大家好 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个 Windows系统下的街机主机全能模拟器 我之前给各位介绍过一个模拟器 叫OpenEMU 它是在苹果系统上用的 我用的是MacBook Pro笔记本 用的这款模拟器软件 它可以模拟很多主机 视频发布之后 有很多小伙伴问我 在Windows系统上有没有这一类的全能模拟器 后来我找了一下 确实有 这个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就是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的名字应该叫RetroArch 这两个模拟器 它都属于那种大而全的整合型模拟器 它可以模拟很多主机平台 比如任天堂的FC NES或者是N64或者是DS 还有世家的MD 甚至DC 这里边没有DC 这个可以DC 这两种模拟器 各位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外壳 真正起作用的是它的内核文件 我举个例子 以OpenEMU为例 因为这个网站它比较清晰明了 比如任天堂的FC 任天堂八位机 它用的是这两个模拟器内核 这个模拟器我还单独做过视频介绍 也是可以用的 它是一个单一的模拟器 像这种模拟器是一个整合的模拟器 它可以装很多模拟器的核心来玩不同的游戏 再比如任天堂的NGC 它用的是这个模拟器 这个模拟器它也有单独的版本 但它只能玩NGC 再比如这个模拟器核心 这是世佳的 世佳的MV就用的这个模拟器 我后来到这个模拟器官网上去下载了一个 发现很难用 上手不太容易 还是靠这种有一个壳子的玩起来比较方便 比较容易 这是世佳土星 土星的模拟器 是这个内核 PSP的内核是它 其中超刃的内核是 SNE-S9X 这个模拟器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了 现在OpenEMU还在用这个模拟器内核 像这个模拟器 模拟SFC也是用的SNE-S9X 我用的版本并不是从它官网上下载的 是一位网友做的一个整合版 那里面有模拟器 也有游戏的ROM 它是整合好的 然后打包上传到百度网盘 我用的电脑是Windows10 E3VR 16G内存 TTS1060显卡 Windows10是目前最新版 是V2004的 手柄用的是PS4的手柄 接着数据线可以直接识别 整个模拟器算成ROM 加在一块一共是22GB 这个ROM里面 包括CPS1 123DC DC FC GBA MAME MD NDS NDS它只有一款 还有NeoGeo PCE 还有PCE CD 还有SFC MD 这个超任多一些 350个项目 整个ROM文件加起来是20个G 文件的主程序 将近两个G 这位网友制作的模拟器整合版 他要求而且是必须要把这个目录放在D盘的这个目录下 但是我这个电脑没有D盘 放在了E盘的GAME的目录下 虽然也可以用 但是在游戏列表那块需要手动修改 简单的分享一下 进入模拟器的主目录 然后进入Playlist 然后打开代码编辑器 比如修改SFC的 把这个文件拖拐到这里 它这个默认的是D盘下的这个目录 要把这个文档里面的所有关于路径有问题的地方都要替换 替换以后就可以正常游玩了 这是一些经验说明